在相对平均的这种群众演员 比如说这种一些配角的角色上 我尽可能都安排年轻演员 让他们进行这种锻炼 但是如果要演真正的角色的话 那还是要和 包括我们剧院各个导演 他们肯定还要找像的 像这个角色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是对于培养演员来讲 我们首先愿意用 这个比较想进步的 勤奋的 人品比较好的演员 那是我们培养的对象 就是我觉得如果 要是把演员当做终身职业的话 那只能是当做科学去研究 像一个科学家研究这些织剂 怎么样来完善 他的想象 那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 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 演员要不断地精进表演艺术 而且学无止境 医生都要在勤奋努力 学习 和不断地进步中去完善它 从一个青年演员 成长到一个成熟的优秀的演员 从优秀的演员向表演艺术家 过渡 这是一生的追求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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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